新娘子穿著白紗 笑容燦爛 跟丈夫一起附入禮堂 接受眾人祝福 本該開開心心 卻因為服務生送錯餐點全變掉 我的婚宴就這樣子被毀掉了 我覺得我每天都 為了這種事情再流眼淚 A小姐哽咽控訴 說4月20號結婚宴客 選在台中東區一間婚宴會館 一共辦了17桌 其中一桌說好了是全素菜 收費13999加一成服務費 結果服務人員從一開始 就把婚菜送到素桌 前幾道還有緊急收回 但送到劍蘭炒雙鮮 這道根本婚宿難辨 新人在24萬半婚禮 卻有三位如宿賓客 不小心吃到干貝斯 瞬間破戒 讓新娘子自責不已 跟業者要求 訴桌全額退費卻得到這種回應 他完全不接受 他的意思就是說 當天他已經免我抵銷了 那一桌沒有跟我收錢 就是免抵銷 就是很大誠意了 上面會有桌卡寫訴桌 圍到事發的婚宴會館 照理來說訴桌桌上都會有立牌 疑似服務生根本沒在看 錯誤百出 業者在事後以文字聲明提出三點補償 第一訴桌不收費 三位吃到婚食的貴賓送素食薄跳牆 還有再提供一桌宴客菜致竊 希望平息新人怒火萬糾傷愈 記者 恆志信李文傑台中報導